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雯 今天我們要來拍的是東京都655個車站隨機 一日久的第二集 哇就是真的 我們上次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 然後很多我們沒有去過的車站 然後還發現很多很多小小的驚奇呢 對然後因為我們覺得太好玩了 所以決定在這一次短短的拍攝型 很容易再拍一次 哇 我們給大家看 好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四到六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 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本區的產生 33 Mu Mu 12站 好 只要5站5日 5日式可能就還可以 哦 二 欸真的5站5日式 被你這個 壓敗 我好像我印象中還蠻遠的 呃 高警戶 我們老聽起來就好遠 還好還好高警戶還好 對對對對 二 金王多摩船 冰海 上次他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哇 我們上次也是也是備用的時候抽到超簡單的對不對 沒有早一點抽到 對 不然至少有一站可以穩穩的 對 開心的 過了 對 普通 12 12 哦 五名秋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根據他的地理位置研究 呃 要怎麼排行程 哇 我們今天的行程真的是天選之人啊 大家平常來東京的比較常見的活動範圍呢 大概是這個區域 那我們今天一樣呢 從高原4車站出發 大概要坐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車 抵達五藏五日式站 那他距離我們東京最西邊的澳多摩站呢 其實已經相去不遠了 好 那從五藏五日式 應該也是差不多坐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二站 金王多摩船 然後這邊呢 距離我們的出發點高原4 搭車大概是36分鐘 第三站的高警戶車站 跟第四站的英台站呢 基本上跟高原4都不是很遠啦 所以其實 扣掉五藏五日式呢 我們抽到的其他三站呢 都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好啦 我們現在到五藏五日式站 也是總站啊 大概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才來到這邊吧 沒錯 然後我們剛剛是沒有想到我們第一站 隨機的第一站就來到一個這麼硬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因為搭了很久 然後風景還蠻漂亮的 而且剛剛我發現有很多人下車 所以搞不好會有什麼意外風景的收穫 五藏五日式位在東京都的 秋流野市 基本上已經是東京都的郊區啦 那它附近最有名的景點呢 就是我們今天會去的秋川溪谷 這邊啊 就真的是一個 就像我們講很大的觀光景點 它的最大的觀光景點應該是秋川溪谷 所以它就幫你整理了很多就是 就是能夠散步的course 從車站開始一路慢慢慢慢走 會經過很多可以看 就是紅葉啊 或是銀杏的景點 真的蠻漂亮的 我們剛剛下車之後啊 發現這裡其實是一個觀光民所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一個 就是叫秋川溪谷的地方玩 因為最近有紅葉嘛 對對對 然後我們現在因為超級趕 我們要趕快就是查到可以搭一個巴士 然後我們要去西谷玩 所以我們還沒有吃任何東西啊 不過這趟旅程應該會變得超有趣的 對 會有點餓 我們現在感到非常的興奮 哇哇哇哇 我們跟一車的就是 英法族一起要出去 禮拜五出去玩這樣子 耶 旅行狂安 我們現在剛搭公車 大概下車我們要走到那個秋川溪谷嘛 然後就真的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人是會在東京 我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我們現在到這邊已經是12點了 我們要來吃早午餐 對 要吃什麼東西 我們要吃漢堡 欸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兩集的中餐都吃漢堡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其實日本人很喜歡吃漢堡 說實話 其實漢堡店很多 那個叫什麼 日式化的漢堡店很多 對 而且你剛下車就看到這家這麼漂亮的店 真的好不讓你 就是不進來試試看 那種小文青設計感 就讓我哇哭哇哭 對 哇哭哇哭 讓我比咖啡 那種卡滴 對 幾句 在身上喝咖啡就是舒服 你吃啥? 我吃的是這個雞肉漢堡 燥燒雞 雞肉非常的嫩 讚 我們第一站就是後面這個絕美的石周橋 超級漂亮的 我們才剛到這個地方 就已經無窮無止盡的 一直在休息吃東西 休息吃東西了 而且它這個有點像那種遊客中心的地方 竟然有設置一樣的地方 就是一個森林的露天陽台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躺在這邊看風景超級寫的 好換我來躺著看一下風景 哇 不錯 好這一集就這樣結束了對不對 好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個隨機車站再見 什麼東西 剛剛我以為是那個遊客中心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湯屋 但是沒關係 我們戶外有免費的煮湯可以倒 我每走個大概三分鐘路就可以 又是一個休息區對不對 對 其實現在天見嘛 所以其實有點熱 我覺得這邊應該很適合 非常非常適合帶比較年長的 就是爸爸媽媽們來 因為它景色優美 然後又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休息 就真的不用走很多路 不會很累 然後又很漂亮 對啊 我們發現一個小秘境啊 這邊叫西青木坪橋 然後可以往下走 可以最接近水面 我們可以看到最漂亮的風景呢 今天的這個隨機車站一日遊啊 除了剛剛看到的觀光明所之外 我沒有想到這邊還會有這麼隱密 然後很私房的小景 然後搭配這邊的很透明的水的溪流跟景色 這個真的超棒 我剛剛坐巴士來到哪裡 嗯 上丁 現在我們要去一個潛在有可能會非常厲害的寺廟 叫波通晉廣德寺 原本以為這個什麼寺廟是一個很歡樂的行程 對 可能就是個表餐道旁邊的 像7-11裡面有一些小吃店 然後其實竟然要爬山 而且坡度還蠻陡 對 我們歷經了一番寒徹谷 現在來到了廣德寺 非常期待裡面的銀杏長怎麼樣 一進來就看到這邊有超級高的銀杏樹 還有滿地的葉子真的是太美了 坐在這邊看這個銀杏 然後呼吸這個涼涼的空氣非常舒服 那你今天為止的隨機一日有感覺怎麼樣 大家應該覺得我們這次已經套好 但是真的是隨機 我根本就不知道五藏五日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沒想到就是一來發現這根本就是一個一日遊 升到二日遊也可以玩得很開心的地方 對而且還蠻幸運的就是我們來這邊才查景點 因為隨機一日遊的規則是這樣 對 然後來這邊一查之後發現五日四這邊有超多景點 然後我們剛剛就在討論說 之後有機會的話要回來把這一整個區域全部介紹完 這樣子 請問一下喔 我們是安排什麼行程 為什麼會走在這個農田裡面 我們只是要回車站的 就這樣子 原來如此 OKOK 我們的隨機之旅來到一個有養羊的地方 大家不要忘記這邊是東京喔 我們剛剛轉了兩次車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站是什麼呢 英王多摩川站 完蛋了嗎 對 真的完蛋了 現在感覺這邊也不是完蛋 結果這邊什麼都沒有要慢慢找 沒關係 我們東橋的強項就是有康克線 對 不行的話就早吃的 吃吃看 金王多摩川呢 位在東京都的調布市 聽到市呢 就知道它已經不在東京都23區的範圍裡面了 那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稍微近一點的地方 是它往北 可以抵達吉祥寺啊 然後像景之頭公園等等的地方 看起來大概是要30分鐘左右的車程 那我們剛剛一下車啊 寶寶稍微查了一下 這一站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但為了尊重我們這個企劃 不能因為上午這麼歡樂 就不幹了 所以我們還是帶大家在附近晃晃看 有沒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 這邊就還蠻住宅區的 有小朋友在廣場的聖誕樹玩耍 我們在附近買個小吃吃吃看吧 這家是連鎖的嗎 好 看起來很可愛的小店 鯭魚燒 我們就吃吃看它的那個 鯭魚燒菜片 它還蠻creamy的 但是它可能放太久了 所以有點冷掉了 那就是小站的水準吧 小站的水準 沒錯 你感覺這邊的區域 是不是比我們上次那個 京城小園 好像還要再更 住宅區再小一點 對 就這邊基本上 還沒有什麼商店 對啊 因為一般來說 住宅區其實 一出站應該其實會有一些 不管是買菜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餐廳 對 我們剛出來大概只有鯭魚燒店 所以這裡可能連住宅區都不是那麼 算不太算喔 對啊 搞不好 超級遠方富士山的小影子 那我身後放這個河 就是鼎鼎有名的多摩川喔 這邊白天的時候也許還可以沿著河岸散步 但晚上來的話是完全沒有燈的 高景互站位在東京都的山嶺區 那它距離比較熱鬧的像阿佐谷啊 高原寺等等的地方其實已經不遠囉 這邊我應該是下車的時候就知道 這邊可能就沒有什麼東西 因為看起來就是產業道路 反正就走走看看吧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今天的行程差異超大 比起伏待是 對 對那應該也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是 第一站 然後下面全部垃圾 對 沒有啦 就是說比較 比較 沒飯吃的地方 其實車站這邊該有的生活機能還是都有啦 便利商店啦 超商啦 然後 一些車站連接的 共購的商業設施 然後遠方其實也有松屋啊 Seven等等的 我們來之前啊 你對於高景HOOP這個站 如果有講到這個名字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想法是應該是個住宅區 但應該有超級無敵多美食 或是有一兩其他超級無敵百名店的地方 對因為我剛剛想到是說 原本像那個金城小顏 我們也是不抱期待 對 但是呢至少至少它都還有一個小小商店街 對 然後還有附近有一個什麼喝梯邊 對 然後有一個什麼神社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結果沒想到剛剛的兩站 這一站還 就是連鎖餐廳機能還多一點的 上一站真的是 有點慘不遠度 對對對 然後這邊呢 就是河畔看起來是櫻花樹啦 所以如果四月的話 如果 搞不好這邊也是個櫻花必訪景點 對 我發現你那個旅遊推薦的毛病又發生 就是硬要推薦一下 對但如果你是來東京旅遊的話 可能你就不建議來這邊 對不過我覺得這個企劃我做到目前 我覺得還蠻有趣 因為真的你看東京六五五站 我們再怎麼介紹再怎麼去 應該一百站很勉強的啦 對然後這種開發這些 或是說也不算開發 就是來這邊看看這個實際當地 到底有什麼或沒有什麼 我覺得非常好玩 對這包伯也是住東京住那麼久 然後像這一次也是有很多戰鬥都沒有去過 所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挑戰 新體驗啦 然後我們目前把就是晚餐的賭注壓在那個櫻秋 好 對我們希望那裡至少有鳥貴族或者是松屋之類的 好試試看吧 GoGo 這家是有名的便當店 櫻台會在東京都的煉馬區 算是比較熱鬧的地方啦 它距離大家滿熟悉的池袋呢 坐車只要8分鐘的距離 好啦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個第四站 櫻台站啦 這邊一出來我就覺得人生好像重新燃起的希望 對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把最後晚餐的希望寄託在這一站嗎 對然後目前看出來是比前兩站多了蠻多餐廳 不管是居酒屋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甚至就這邊好像看到還有藥妝店啊 然後洗衣服的 沒有就是感覺這站生活的機能非常完備 所以餐廳一定不會少 這邊還有一家無人餃子販賣所 肚子餓的話直接來這邊買生的餃子 這邊車站前至少有那種看起來燈火通明的巷子 店家也不算少 好啦包伯剛剛一出站就用塔白路搜尋了 以下這附近500公尺內就有很多 就超過3.7分的拉麵店 看我們今天晚餐有著落了 太棒了 哇這個車站一出來就有麥當勞耶 太棒了 你看後面大排場的人潮啊 我們來到英英台 這邊吃二郎七的拉麵 非常道地的一種拉麵 那讓第一次吃二郎七拉麵的吳恩講一下感想吧 好現在第一個感想就是很飽 超飽 而且我們剛剛大概整晚吃了一半 重點是沒來過啦 因為其實剛剛門口有看到他寫說 他跟店員講說麵的量要不要調整 因為他說他的麵的量是一般拉麵的量 然後我剛剛看的時候就隱約觀察 就覺得說這家店好像是摔角選手在吃的 因為就是有很多那種超壯的人 然後就感覺他一口麵等於我一碗麵的那種人在吃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吃大概10分鐘都走耶 超快 然後我的感想就是我覺得他的肉很好吃 然後湯頭也很不錯 麵的Q度也是有的 但是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樣食量偏小 我的食量就是可以吃一個正常的便當 大概就這樣就是正常 男生裡面算少 所以如果食量不是很多的人呢 就是可能要跟日本當地的朋友來啦 或者說你會點日文的話 反正就是你要跟他講說麵要一半或是三分之一的量 那因為像他的食量就是偏 男生裡面也是偏應該大一點 所以他可以整碗吃完沒問題 我上次是去三田本店 也是有朋友帶 然後跟我講一大堆什麼東西 因為他好像進去要講些類似像咒語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幫你亂加什麼東西 然後加油加加蒜 然後加什麼加蔬菜這樣子 對所以真的就是如果你第一次來日本的話 要進到二郎的話 記得要稍微想一下 因為真的會讓你很飽 對而且你可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那麵那麼大一碗 然後大概就是兩大碗拉麵的量 那你吃不完你也會覺得很尷尬 所以就是如果你對你自己的食量很有自信 然後你會喜歡濃厚口味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體驗這種超級道地 本格牌的猛的拉麵 那我想沿一台這個附近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後面的酒松湯 它在Google上面評價4.0 然後只有1500個評價 然後看起來算是一個應該是比較 比較不像前湯是溫泉的那種概念 然後一次進去460塊 感覺泡起來會超級舒服的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你以前家住的附近 也有一個叫小三湯 對對對 那個也是屬於 就是那也是前湯的家 我就460塊 然後但平常的都蠻多 那我家附近的小三湯 應該比這邊的尺寸還小很多 所以感覺這邊泡起來應該比較 比較悠閒一點 對啊雖然前湯的文化現在沒有像以前那麽盛行 不過在一些區域其實還是可以找到就是這種類 有點更接近像大眾草黨的地方 雖然也算是日本一個很有特色的文化 對啊 好那我們回到英台啦 今天的行程就結束囉 沒錯然後我自己是覺得雖然才拍了兩集 可是我覺得這個隨機的企畫 比我預想中的還要更有趣 然後那個高低起伏還要更明顯這樣 我真的覺得還蠻想要趕快再去看看 更多不知道不知名的車站這樣 那希望大家也會期待我們下一次的旅程喔 我是包補 主任 大家下次見 拜拜